为了关怀长期照顾需要的民众 新北市政府特地开启了长照用心 你我安心的这项服务措施 泰山区厂黄秀川就表示 只要家中有需要的长者 民众都可以向区公所社会客来申请 新北市政府为了顾虑到 有长期照顾需要的民众 特别开启长照用心 你我安心服务 服务对象为涉及新北市且实际居住者 泰山区公所特别呼吁民众 如果泰山区的民众有所需要 也可以到泰山区公所社会客申请此项服务 各位乡亲大家好 新北市政府有推出一个叫做居家喘息的服务 这项措施的服务对象 就是必须涉及在新北市并且实际居住 为接受机构收容安置 还有没有领取政府提供的其他照顾费用补助者 本次的服务对象以及服务项目 皆为长照服务对象 尤其是家中有需要的老人家 公所欢迎民众踊跃申请 本项服务除了向地区公所申请之外 也能够到新北市政府卫生局申请此项服务 欢迎有需要的民众踊跃申请 让需要长期照顾的对象 能够在平日的生活中无后顾之忧 我们就要记者在泰山采访报道